好 过年带人来听好听的歌曲了 而接下来很多人都希望来年能够发财 因此呢 有人会借发财金 好 以发财金借文明的这个南投紫南宫 您知道吗 大年初一就有误了八万幸中 比去年还多了两成 而妙方说呢 有一名从事建筑业的蔡姓老板 去年春节他借了六百元的发财金 结果 哇 他的房屋销售畅旺 今年再来 他一口气是还了六十六万元的发财金 大年初一的紫南宫每到这个时候总是热闹滚滚 尤其今年还准备了两千零一十一颗的金鸡蛋 人潮比去年还要多两成 还不错啊 住家里面事业蛮顺的啊 赚钱就对了 对 赚钱是一定有的啊 只是说还多还少 这个来讲 请土一共不要介意就好 光是大年初一就涌进了八万人次 有人要来借发财金 也有人要来还发财金 其中有个做建筑的蔡老板是要来还发财金 还多少呢 说出来还真让妙方吓一跳 据说这名蔡老板住在南部 去年过年来到这儿借了六百元的八财金 结果这一届业绩抢抢棍 为了答谢神明 借六百元还了六十六万 当年没多顾客人 每个两三个月 他说储房没八成多 所以当年说他会想不到的那麽快 所以说他当年也贪钱 紫南宫香火鼎盛 去年妙方借出三点三亿元的发财金 回收了四点七亿元 今年新春中部天气稳定又晴朗 信重暴障了两成多 想必有见有还的民众更多了 发财金可能还会再创新高 中文字幕志愿者 周大祥 南投彩虹目的